來那個我來問我問一下5030是不是有什麼話想要補充講的因為他自己舉手了 來問一下5030你上來你是有話要講嗎 沒有是不是你按錯了好你按錯了來你有沒有話要講你怎麼又上來你有話要講嗎 有話要講我上來讓你講來5030你開麥 喂5030你是想要想要再補充些什麼嗎 我想要針對剛才那個那個北京白痴白痴什麼白痴寶 白痴寶不是白痴講完他全名了北京白痴寶 我其實想要針對他的那個話我想要再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沒有當狗我們就是當人啊 當狗那不是什麼中國戰狼才當狗啊 你為什麼你這麼說 對罵了 對這對罵 對啊為什麼你要這麼說 他說什麼台灣挑釁中國 明明就是中國挑釁台灣為什麼台灣挑釁中國 又不是我們的飛機飛過去是他們飛過來 好 我不知道他可能在顛倒黑白在那邊胡言亂語什麼 是不是 那你說什麼為什麼不要對什麼對日本兇對什麼美國兇 不是啊就你在那邊一直飛過來挑釁我我不針對你我對誰 是不是 那那個那個那個5030就剛剛那個白痴寶那個那個那個大哥因為他年紀比較大嘛 就就尊稱他大哥 那白痴寶大哥他有說就是 是不是他說的就是假設就是 我們真的覺得就你你覺得那個中國中國大陸這邊是個惡霸 是個壞人喔 那那你怎麼一天到晚去 去招惹這個壞人呢 你就是他他真的是壞人那你應該就是順著他一點嗎 你懂吧 所以我剛才有說我們根本就沒有招惹他 是他一直在惹我們 為什麼會變成我們招惹他 好我 我插句話好 我知道那個5030的意思就是你也沒有大陸的軍機啊 在台灣飛了飛機你你招惹我好 現在這樣說首先我想上 這個這個大陸飛機飛到台灣的那個航空識別區啊 首先呢 即使其實是沒有沒有沒有問題的你的航空識別區都化了化到江西省去了大陸江西省去了 他認為我們也不會飛到江西啊 我們不會飛到江西啊 沒有航空識別區 你的航空識別區化到大陸內地去了 這是第一點啊 第二點 即使大陸的飛機飛到台北上空也沒有違反國際法 因為那是中國領空 你的台灣的 那已經侵犯領空啊 你聽我那是你的認為 你聽我說完 台灣的飛機以前一直飛到大陸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被你們打下來你知道嗎 被你們打下來你知道嗎 那你也可以打 如果你的飛機飛過來 我們也是可以打下來的 可以打 就是我就說啊 我就說意思 那就是內戰嘛 那就是說這個飛機其實飛到台灣 台灣沒有觸犯國際法 是在中國領空內 台灣飛機也可以飛大陸 我這點點 另外還有個事我跟你說一下 台灣飛機每天都要飛過那個所謂的海峽中線 這海峽中線大陸跟台灣沒有劃過的 你可以飛到 飛過海峽中線 飛到大陸這邊 大陸飛機還沒有飛到 還沒有像那樣子 飛過海峽中線到你那邊去呢 還沒有呢 所以是海峽中線我們有澎湖在那裡啊 所以你說飛過去什麼的 你不光是澎湖的 你那邊飛就正常 人家那邊就不正常 對啊 那是個風濟戰啊 我們在那邊有地方管轄 這個是很合理的 福建省 不對你飛到是福建省 飛到的是金門和馬祖 那是福建省 當你會說那福建省在台灣的那個管轄上 就是說你要飛進福建省的海域 你福建省的領空才能到金門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啊 這個大陸的軍機在旁邊飛啊 他完全有這個 取權力 即使飛到台北上空 也沒有 侵犯國際法 是中國的內部問題 如果你說我可以打下來 那就打就好了嘛 對吧 就是有違反國際法 他就是違反了 那我問你啊 那我們以前飛到大陸 我們的那個 是黑貓中隊嘛 那我們難道也違反國際法嗎 對啊也是啊 所以他們 打下來 違反國際法 那是你的認定 那5030 那個蔣公 老蔣總統說我們要反攻大陸 小蔣總統也說啊 那個老蔣小蔣總統說反攻大陸啊 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那難道也違反國際法嗎 那是他們的這個口號他們的一個政策的那個宣傳啊 那是不是這個宣傳是不是違反國際法叫說人家犯罪 你說這個有違反什麼國際法嗎 我是覺得很奇怪 你怎麼沒有違反 你這樣講 不非說你有 這是我們打過去有沒有違反國際法嗎 你現在說他們打過來違反國際法 那我們打過去的時候有沒有違反 如果說中共那邊 他想要抓住這一點 速度國際 其實也是可以的 他不速度國際 他不需要速度國際 因為這是中國內部問題 跟國外國沒有關係 你知道吧 是這個問題 現在問題是你台灣 以前一直飛大陸 那你們不是也打下來了 所以說你如果說 飛到台灣的領土 那我們打下來也是根據國際法 不是 那個是內戰 那個是內戰 打下來是因為內戰的關係 那個跟國際法沒關係 沒有那個就是牽涉到 他的領空了 所以他當然可以打下來 好 反正那個不是國際法 那個是內戰 你定義上 大家看這個是內戰狀態 不管你是說什麼戰爭 從國際法來看就是這樣啊 那我問你 5030 那個塔利班 我講的是塔利班 不是塔綠班 塔利班 他把之前的阿富汗政府給打跑了 那個是違反國際法嗎 這個算是他們內部政權的一個更迭吧 那 那就是內部政權更迭 就是內戰 那個 5030我問你 台灣當局關掉中天 那是違反國際法嗎 沒有啊 對啊 那同樣問題 是國內問題 當然這個做法是談民主的 對吧 就說 就說這個 大陸的軍機 只要在 我跟你講這樣的 在任何國家 在美國 沒有說德克薩斯領空 沒有什麼 加利福尼亞的領空 都是美國領空 只要是任何一片土地 在中華民國的 版圖上 那就是中國的領土 中國的領空 你台灣的飛機可以飛到大陸去 以前一直在飛 你包括在1970 一直到1970年71年 當時 毛澤東他們在廬山開會都要防 可能台灣 國民黨的飛機會飛到大陸來 那麼晚都要防 就是說你飛大陸是 飛自己國家的領空 就等於說 大陸的飛機都要飛到 飛自己國家領空 還會被人家擊落 這好奇怪 當然了 那你有內戰嗎 沒有內戰啊 所以就是不同的國家了啊 不是 中國家是叫打內戰嗎 那是打國際戰爭啊 那 朝鮮戰爭 難道不也是 不也是一樣的意思 那朝鮮 北朝鮮跟南朝鮮 那是內戰 對啊 那是內戰啊 朝鮮以後 那就 對啊那所以是不是兩邊是分開的國家 分開的政權 是不是 北朝 北韓南韓 其實那個是另外一個事情 那個 那是內戰嘛 他們兩個是內戰嘛 對 南越跟北越也是啊 內戰啊 可是兩個不同的國家 這哪有什麼問題 南越和北越它是臨時的分割的形狀狀態 對啊那還是不一樣的國家嘛 是不是 那還是不一樣的國家嘛 好是不是 對你聽我說 如果他 對我跟你講 比如說 北朝鮮南朝鮮 聯合國都有席位 對不對 但是必須有國際接受你 還可以在內外 我們也有啊 只是我們現在比較少一點 你讓教授先講完話嘛 那你說台灣現在進聯合國了嗎 是沒有進啊 但它還是存在著 而且也是有國家承認 對我沒有說你不存在 對是沒有錯 你是有 14個國家在 在承認 對沒有問題 對 那我就說 但是這個不能改變 你台灣現在中國版圖內 這樣一個事實 你現在還沒有正式宣佈獨立嗎 你宣佈獨立了嗎 你換到憲法了嗎 你現在用的憲法 還是中國憲法 你飄的國旗 還是中國符號的國旗 好啦 就算我們沒有說宣佈什麼獨立 但是我們跟中國 就是不同國的 那是你的說法 就是理想吧 那是你的理想吧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法理上來講 我們就是中國 我們不是跟中國不同國 法理上來講 我們就是中國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這就是你必須要承認的喔 這是我們現在 如果 如果照你這個說法 那就是兩個中國啊 不是嗎 那跟他的那個中國不一樣啊 不對不對不對 兩個 兩個是真的是 同一個中國 只是我們說 那個是我們的 我們才是他 你懂吧 那個是這樣子 你把那個 不是我們 所以就是兩個了 你把國家跟政府 搞混了 國家就是一個國土 全中國安心立命的地方 但是呢 這個你聽我說 但是這個國土上面呢 現在有兩個 政權在共同管理 整個這個國家 就是你們台灣經常會說你在報上 你主要是讀下東西就可以看到 所謂的主權沒有分割 只是治權不一樣 大陸是中華人民共同國在管治理 台灣地區包括廣東省的部分地區 福建省的部分地區 是台灣當局在管理 但是這個整個地面 治權主權都是分開的 所以你分開 主權誰跟你分開的 有條約嗎 有啊 主權是什麼 主權就是最高的那個中央政府 我們台灣就有自己最高的中央政府 這就是我們的主權的體現 你不能理 你內戰雙方 你不能理一個人說了算了 但是武林薩利 我們的主權 難道說是不是共產黨說了算 武林薩利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們的主權 急不急於中國大陸 不急啊 你這樣假設違憲喔 沒辦法啊 就是不急啊 現實就是不急啊 違憲也沒辦法 你不行啊 你這樣講是違憲啊 根據憲法 我們的主權 基於中國大陸啊 我們的憲法就違反了現實啊 那你要去修啊 那改啊 你要去修嗎 那現在沒修也無所謂啊 因為大家都 接受這個現實啊 不對不對 5030 你說要修也可以啊 這個以後要修那當然沒問題啊 那就修啊 但是你只要沒有修的一天你就要講我們的主權基於中國大陸 就是這樣 不用啊 不用啊 這是 這就是自己的解釋認定問題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說我們移民中國大陸 是不是 這是更 這個 就是 這是你的理想啊 你5030你批人的理想 就是我要 我要那個 台灣 獨立建國 比如說 那是你的理想 我們講什麼都要以法律文本為根據 口說無憑嗎 而且你們 剛才舉的那個 塔利班那個例子 其實也不太對 因為塔利班都是在阿富汗 他們國家境內 在打仗 但是中國跟台灣是已經很明確的 是不是 各自的領土的歸屬 那個界線都已經出來了 不對啊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好5030我問你 那個時候塔利班的軍隊把阿富汗每個地方 省份都打 打下來的時候政府軍控制的地方只剩下克布爾 對不對 那在這種狀態下 好 那個塔利班政府軍可不可以說 OK 不是塔利班 阿富汗政府軍可不可以說 好 那我就是阿富汗 你塔利班你就塔利班國 你打我 你就是同一個國家 我們現在已經是兩個國家了 可以這樣 這樣講嗎 那塔利班這要算侵略嗎 你覺得 阿富汗政府軍 當然可以這樣講嗎 怎麼可以這樣講 這樣講誰會理他 這樣講有人會理他嗎 你覺得有人會理他嗎 對是這樣子 不管有沒有人理他 阿富汗政府軍就說 我現在的阿富汗的領土 就是在克布爾了 你打我 你就是侵略我 可以啊 他可以這麼做啊 OK啊 他的主張他要怎麼講 其實都OK啊 對他可以這麼講 但雙方要怎麼做啊 他這麼講有沒有法源依據 有沒有道理 別人買不買這個賬 這是兩回事 你關起門來 當然要怎麼講都可以 但是你這個講法 別人是不會同意 不會認同的 那就是 這個也是事實嗎 你現在這個講法 別人不認同嗎 那怎麼辦 就是兩岸這個問題 他的講法我會不認同啊 因為你剛才說那個 阿富汗那個 你說 塔利班不要繼續打 那是看他們雙方的那個互動 是不是 那現在中國跟台灣就是我們現在所 我們自己的土地 是不是 我們自己管理的 對不對 這就是結果啊 是不是 你那個土地 你那個 對 那個什麼 503人 你這個土地是 你民進黨當局打下來的嗎 不是啊 是以前國共戰爭 是不是國民 啊對嘛 就是國共戰 你現在承認國共戰 那你現在沒有結果啊 國共戰爭現在還處於消滅狀態 有結果啊 結果就是 兩岸分治啊 這是現在我們統計 打完啊 這些草原 怎麼會沒打完 已經打完了 以前我 那我再舉個例子 以前啊中國還有一個 那個那個 獨立於中國 要講 就是獨立於中國政權 就是那個 滿洲國的政權 他也是我在你的外面 我跟你沒有關係啊 滿洲國邦交國啊很多啊 到最後 他很多邦交國 他破滅了啊 他美了啊 對啊 但是中華民國還對啊 但我們還在啊 我們 我們有自己的政權 我們還在啊 好啦 但是你 你 我 比特我最後 我最後給他舉個例子 好不好 我舉過 我再舉一次 好不好 你玩過三國志嗎 我之前舉過這個例子 對不對 好現在就是一樣 三國志就是 共產黨這邊的這個勢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邊的勢力 跟中華民國這邊的勢力 兩邊在 爭奪這個全中國的這個統一中國的這個遊戲 傑克 共和國 先等一下 我因為 還有一些事情 我先去忙一下好了 哈哈哈哈 你不讓我聊 我們下次 下次再聊吧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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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忙 OK 拜拜 拜拜 好 5030去忙了 恩 但是我剛剛 讓我 讓我講完 讓我跟那個網友講完我要舉著這個例子 就好像那個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這樣講 兩邊在玩這個 這個三國志這個遊戲 要 大家目標是統一中國 誰統一中國這場遊戲就結束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打打打打打 把整個中國的 城池都打下來了 只剩下一周 台灣一個還沒打下來 那中華民國退到台灣 就只剩下一周 一個城池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遊戲還是繼續啊 那大家都還在這個三國志裡面啊 一周也在這個遊戲 這個三國志這個遊戲裡面 中國大陸也在這個遊戲裡面 你這個遊戲還是繼續 那你現在你是說台灣要獨立了 就是好 現在台灣不在這個三國志遊戲裡面了 那你 你中國大陸你已經 你不用玩了 你不用玩 那不可能嗎 那兩個玩家 你兩個玩家講好嗎 你不能自己要脫離這個遊戲 對啊 你現在是兩邊要承認 我們都還在這個遊戲裡面的玩家 那就OK 那大家談 怎麼把這個遊戲結束掉 我是這樣 我本來是想要再跟他講 用遊戲的方式去解釋給他 你不能自己就 Lock out 自己就我不管了 我就脫離這個遊戲 那你也不能打一周 就是這樣 不能這樣 對 其實我有句話沒有加上 就是大陸跟台灣像是內戰 還沒有正式結束 沒有正式結束 沒有文件形式 現在 5030意思是說 我不要你大陸 我不要統一你 但是是你的選擇 你不要不見得人家就不能要自己的國土 記得說 那個父母留下遺產 你有兩兄弟 有一個兄弟說 我一分錢都不要 那你不要不見得他也不要 對吧 你可以大方 你不要大陸 不見得大陸 就不要把台灣統一起來 是 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他有的是 他的一種講法 可能很多人都是這種說法 所以我剛才講到 所謂 比如說大陸飛機飛到台灣 當然這種情況 希望是不要 不要發生 現在不要發生 當然以後如果國家統一後是另外一回事 就我就想說明什麼問題 就說 這個沒有什麼台灣領空 浙江領空 廣東領空 你說 包括前不久 前不久有個 好像有大陸的漁船 被台灣那個 漁政部門給 攔下了 對吧 說到了台灣的那個海域來補漁不好 其實 這就是問題 這為什麼 比如說你福建省跟台灣省的那個海域 你化了嗎 對吧 廣東省跟福建跟台灣省的海域化了嗎 這就可能會有 到 對方的一場打漁的問題 在說你都是在中國的海域內打漁 其實本身不應該是個問題 其實你 你有講到一個問題 兩岸之間應該要有一些漁業協議了 就是說在 在現在這個狀態下 一些事務性的問題要怎麼處理 這個漁業協議應該是要有 這一塊 好 一月協議有個 我估計大陸有個顧慮什麼呢 台灣如果要跟大陸全一月協議的話呢 大陸肯定會說 咱們這是國內協議啊 不要把它當成是 成為一個 先例好像是國際協議 對這個就是 就是說 就是這這兩岸 就 就有一次我有請到張懷中教授 他講到講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兩兩岸 就是往 和平統一的這個方向 是不是在在很多地區上面 可以先組織一些 共同的架構 比如說什麼 什麼南海啊 南海有什麼南南海兩岸之間的一個 什麼南海處理的架構 或者是兩岸雲業之間的一些架構 先把這個架構先建建起來 這個是兩岸和平統一的這個前期的這個 這個過程之一 那我覺得在事務性的處理是有意義的啦 你就在在你這個兩岸在事務性的這個處理的過程當中 自然會慢慢觸及到這個問題 怎麼去慢慢去未來去克服 就比如說 漁業協議事實上有需要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對 對是這樣子的 來那個 我來謝謝YT的Doneal謝謝 謝謝YT的Don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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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YT的Doneal